我眼中 所以这个事情直接催生出来 双方都考虑 这个权力得攥到自个儿手里 而且得保证总统能快速应对 所以这时候美苏 最终都采用了用核手提箱的方式 来控制这个核战争发生的速度 当然美国在这方面抢先一步 比这个前苏联呢 要早研制出来核手提箱 早那么些年 那么这个包里头是什么呢 核心防护 保镖看守 美国总统的手提箱 它有哪些绝密装备 它与俄国制造 有何不同之处 核手提箱究竟如何启用 那么美国这个核手提箱呢 说是手提箱 其实外表看就是黑色的皮的公温包 但是这个公温包呢 重18公斤 36斤 为啥 里头是太金属的 一个很严密的 就我们说金属包 那么这个包里头是什么呢 它里头其实有一个卫星发射系统 说白了就是一部电话 向外界传达 总统下令 可以发射核弹 那么里头还有一本呢 叫号称黑书的 这么一个手册 这里头呢 有这个美国的一些核反击计划 非常详细 还有一些 一旦核战争发生之后 美国总统的几个藏身之所 包括呢 这个美国国防部啊 这里头五角大楼啊 最顶级的秘密通讯方式 这都有 那么怎么能验证 这电话是总统往处打的呢 总统必须持有一个 黄金密码的身份核实卡 才能决定 这是确实是总统发出来的 发到这个国防部门 然后决定发射导弹 这就是总统将写众 这是总统的 努力发出与争辩论 准备到与争辩论 准备到与争辩论 所以说总统是用这样先进的方式 用变讯的方式 而不是说这钮再踏着啪一按就发射出去 咱们以前做这个美国总统的 这个专机空军一号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 这个核手地箱是不离美国总统身边寸步 离得非常近 他由这个保镖呢 提着手地箱 跟在总统身后 这保镖是不能离开这总统的 然后这个手地箱用五个保镖 24小时轮流指纹 保证他的安全 那么苏联呢 当时研制出来的这个核手地箱 是1970年研制出来的 但是当时领导人伯利尔涅夫呢 并没有拿这个核手地箱 一直到切尔连科上台 他才开始拿这个手地箱 这个手地箱比那个美国呢要轻 11公斤左右 里边呢也基本就是类似 也是这些卫星发射信号啊之类的 像这样的设备 那么我们说呢 咱们这该给大家解开刚才那个谜底了 就是我们看叠中叠四里边那个场景 那个恐怖分子啊 把这个克里姆林宫里头 一个核手地箱给偷出来了 偷出之后 他又花钱买了这个发射密码 就我们刚才说呢 类似的身份验证卡的密码 把这密码买下来了 然后通过前苏联一个军事通讯卫星 这发射信息 给这个苏联的核潜艇 然后这苏联核潜艇就要 往处发射这个核弹了 这叠中叠四把大家看的心都揪着 哎呀这太悬了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它不符合这个前苏联当时核弹头发射的程序 什么程序呢 你比方说这个核手地箱 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仅仅总统这有 有三个 总统这一个 就最高领导人这一个 然后国防部部长这一个 在参谋总长这一个 一般来说不用仨人同时发布 俩人就够 就是国防部长和总统他俩就够 他俩呢 每个人有一套密码 打开这箱呢 得先把密码输进去 然后他俩输进去后 确认这是总统国防部长发射 俩人同时把这信号呢 发射到这个总参谋部作战部 然后作战部接到这个信号之后 确认是总统和国防部长发过来的 好 把这两个密码混编成一个统一的频率 发射到核弹的同时会部 这经过三层确认 确实是上级下达命令 然后由作战部长 总指挥部这块 再发射到各个发射台 告诉可以发射 核弹了往哪方向发射 它有一套严密的程序 就是你光拿走一个核手地箱 不起作用 再一个咱们都知道 那士兵上岗口令天天都换的 像这种这么关键的核密码 哪能一成不变 你买一套这个发射密码 你就能够长时间搞定 不可能的 所以它不符合 我们刚才说的 整个这套发射程序 而且我们刚才说 它这程序得经过好几套手续 不是想象的 你一传过去就拉倒 所以叠中叠四里头 那反应的事 那是编剧给编的 假想 为了制造紧张空气 也就是说 虽然这权力在总统的 但他同时整个下达命令过程当中 是有一个时间的 这个时间 得必须经过充分的验证 一切都万无一失了 这个角色才能出去 所以我们说这么关键的事 他也就决定了 这个核手地箱 不能离开领导人一点 可是呢 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吗 偏偏经常出一些 让你哭笑不得的笑话 在美国历史上 就多次出现 围绕着核手地箱的问题 这不核手地箱 是保镖拎着跟着总统吗 这总统有时候 经常把这连保镖 带着手地箱都扔没了 你像这福特总统 他去法国巴黎访问的时候 把这保镖和手地箱 望到飞机舱里了 他下去了 没让这保镖跟得下来 保镖在后舱 他在前舱 结果离开他很长时间 后来美国有个叫 卡特的总统也是 这卡特总统呢 到一个山庄去度假去 不让这保镖跟着 把这保镖挤得没办法 再离山庄有几公里 外边的一个汽车旅馆 在这等着 这有啥事 得赶紧快步 跑步过去 给总统送这个手地箱 老布什呢 在任上的时候也出过这事 打完网球呢 就忘了这事了 开车就走了 结果弄着他保镖 拎着这个核手地箱 在后边打个出租车 在后头追了挺长时间 才追上他 克林顿在位的时候呢 纪念这个北约成立50周年 纪念完了之后也是 克林顿上车走了 把这保镖扔到广场上来 这保镖一看 这哪聊得 当时保镖身体素质好 在后边一通跑 狂吹了15分钟 才把克林顿追 你再说那个 验证身份的 验证总统身份的 黄金密码卡 也出过问题 卡特总统有一次 把这密码卡 塞夹在兜里 然后呢 洗衣服的时候 就把他脱下了 直接送干一遍去 他把这密码卡 给干洗了一遍 那美国总统 李根很有意思 李根习惯 是把这黄金密码卡 放到自己钱包里 跟别人都搁一块 然后塞到屁股兜里 我们知道 李根总统 不有一次浴室了呢 结果被打伤了 躺地上了 然后这个所有人 都赶紧给他送医院了 结果送到医院 贴身保镖一检查发现 他屁股兜里 那钱包没了 密码卡失踪了 这还了得吗 这要出大事啊 赶紧找 幸亏也就半小时 在事发现场就找到了 虚惊一场 所以你看 尽管这么重要的事 总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然这个事呢 我倒觉得并不可乐 为什么呢 这个核手地下上的存在 它意味着我们人类 远远没有远离 核战争的危险 所以我说我们呢 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应该引起我们 充分的反思